本届福贸会上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展示了多款产品 包括可以17分钟出结果的二代新冠病毒核酸分子检测试剂 用新冠病人恢复期病人血浆支配的特异免疫球蛋白 以及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据介绍 该疫苗目前正在阿联酋 巴林 约旦 秘鲁 摩洛哥 阿根廷等近十个国家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已经入组了接近四万人 预计入组要达到五万人 疫苗的一期二期临床研究的安全性 以及现在三期开展的安全性数据来看 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如果三期临床评价疫苗效率的实验顺利的话 我们尽可能希望年底能够上市 张云涛表示 此前两款疫苗一二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疫苗接种后安全性好 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 不同年龄 不同程序 不同剂量疫苗接种后 均产生高低度免疫应答 零天和二十八天接种两剂后 中和抗体 阳转率达百分之百 中国生物首次亮相福茂会 希望为百姓新冠防疫提振信心 同时展示中国新冠疫苗 完全按照中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标准 来开展研发和临床研究工作 目前该款疫苗一二期临床研究数据 被海外很多国家认可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